其中小时间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昨天是宣布了乌克兰东部的 四个地区并入俄国领土 他也发表了这个演说 长达30分钟的演说当中 他是强调人民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是一个明确的选择 那么在这里呢 华盛顿邮报整理出 他昨天演说的七大重点 我列出来在这边 包括了呢 这个俄罗斯绝不会放弃被并入的地区 是普丁誓言呢 他欢迎乌克兰的公民来到俄罗斯 同时暗示呢 莫斯科当局永远不会放弃被并吞的地区 他也强调说呢 这个乌东四区举办公投 是当地人民不可以剥夺的一个权利 俄罗斯兼并该区 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的人民自决原则 那么第二呢 还有包括这个乌克兰必须让步啦 还有包括了第三呢 是这个西方正在试图摧毁俄罗斯 接着第四点呢 他也提到说 这个是美国构成核武威胁的 那么还讲到的是呢 讲到这北溪的管线 他认为呢 是英国破坏北溪天然气管线的 另外一点呢 他所提到的是 俄罗斯呢 永远不会承认LGBT的权利 意思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西方国家的同性恋权利 他批评了这一项权利 同时暗示呢 俄罗斯是永远不会走上相同的道路 那么最后一点呢 他也讲到说俄罗斯的命运 就是我的命运 先来听一段昨天普丁的演说 США唯一 kommen中的国家 两次 was用重用强制 均决掉了海洽油 曾经有家里 产生以纳撒克 此之外 说该说 它是参加重强制 而是实现的起泾人 而是其中之一牌 产生的问题 产生的关系 产生的关系 产生的独裸 产生的关系 产生的关系 人是不自由的 联合国安理会是针对美国还有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反对乌东四地的这个入二公投决议草案来进行投票了 投票结果也出炉 有十个国家呢投下了同一票 那么弃权的呢包括中国大陆加蓬印度跟巴西 由于俄罗斯呢是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具有否决权的 所以呢是投下了这个否决票 也因此这个决议草案呢没能通过 那么大陆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呢 他是针对了这个大陆方面投票立场做出了解释 强调说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力的推动局势缓和降温 要引导当事方呢尽快的重启外交谈判 他也为这个大陆这一边呢投下这个弃权票做出了一个解释 那么来看到呢昨天为什么普丁会发表这番谈话呢 就是因为他签署了协议正式把乌东的四个州呢 并入了俄罗斯联邦 他在这个演说当中呢对乌克兰政府就喊话了 要求基辅尊重人民的选择 还要求要停火希望呢这个泽伦斯基可以重回谈判桌 但是呢泽伦斯基是强硬的回绝了 他还表示已经正式的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并且强调呢只要普丁在位的一天 他就不可能和普丁来和平的谈判 这是昨天呢普丁举行仪式的时候最新的情况 普丁签署协议正式将扎普罗热和赫尔松等四周 并入俄罗斯联邦 还和乌克兰四周首长手叠着手上演大团结 在庆祝晚会上他发表演说 普丁在演说中对乌克兰政府喊话 呼吁停火重回谈判桌 但俄国单方面将乌克兰领土纳维版图 总统泽伦斯基难以接受 表示只要普丁再位一天 就不可能接受谈判 并以签署文件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美国宣布将对俄国实施新一波严厉制裁 对象锁定超过一千名俄国相关人士 包括了俄国官员议员 以及供应军备物资给俄国的军火商 美国总统拜登痛斥普丁此举 令人不耻而且顾气重施 强调美国G7各国都无法接受 乌克兰此时仍不断遭受轰炸 扎普罗热一个平民车队被抛击 包含孩童在内至少有30人死亡 88人受伤 基辅指控是莫斯科发动攻击所致 但乌军也有争议 一名俄国军人因伤动弹不得 结果被乌克兰狂轰直接人间蒸发 影片曝光后也被批评实在太不人道 记者综合报导 在普丁签署了乌克兰四周的加盟条约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立刻签下 正式申请北约组织的文件 但是美国白宫随后就泼了冷水明确表示 不会支持 就连欧盟也回避 直接支持乌克兰的申请 一起来听乌克兰总统 还有美国国安顾问的说法 把符文中组立绎合作主 escrever 都在分析计结极 击表格的 Sung 1000 他们最善选一个萌兰 真儿 对哈利亚 只是实力看看 林军環和海伦 在一起 我们有一点 我们赴 wallet 我们赴了一百二百 Linda 我们力发 наш 一年代表 Rhodes 我们以赴自满黑的解采 圣立绩 选举 领兵 内套 indo 之一 之 algu 成300 Hur 现在 我们醉言 是我們最好的方法去支援 是在歐克蘭的支援 在歐克蘭的支援 在歐克蘭的支援 必須在不同的時間上 澤文斯基宣布 這烏克蘭朝加入北約 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也表示烏克蘭和北約 彼此信任和保護 但沒有想到 美國的國安顧問蘇利文 認為這個申請程序 應該在不同的時間再來處理 北約秘書長則是迴避 直接支持烏克蘭的申請 今天是10月1號 也是大陸的國慶 各地都在慶祝建政73周年 在太空中的神舟13號的 三人小組也獻出了祝福 這也是太空人首次在太空艙 為大陸的新中國來慶生 看太陽出來了 我們的地球家園 馬上就從陰影區 轉到了楊兆區 會越來越明亮 越來越明亮 神舟14除了帶著觀眾銀像 曙光同時也對外公佈了 他們將在這個月迎接 夢天實驗艙的到來 這個被外界稱為最盲小組的三個人 將會在太空中 見證大陸太空站的建成 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日30號登場 在活動當中 執行長馬斯克 他展示了外界期待已久的人型機器 Optimus 有別於其他類型的機器人呢 這個馬斯克表示 不僅具備了更強大的功能 而且預期成本不到兩萬美金 價格遠低於一台特斯拉的電動車 這個機器人走上五台 他的機械手臂活動自如 同時展示執行其他任務的這個影片 包括了可以拿起箱子啦 移動鋼條等等 馬斯克是表示 Optimus可以代替人類執行危險 或是重複性高的工作 未來甚至可以運用在日常的生活 比方說煮飯啦 修剪雜草等等 馬斯克指出現在的仿真機器人 感覺都缺了大腦 相較之下呢 Optimus將會是具有極致性能的 一款機器人 而這款機器人最快 會在明年開始量產 馬斯克強調 未來這個機器人 將會勝過電動車 成為特斯拉旗下 最有價值的產品